材料清单,玉米一根,排骨250克,胡萝卜一根,山药一根,香,质量,料酒二勺,小葱,质量,盐,两勺,大枣枸杞,质量,香油,质量,排骨洗净超至变色贴近浮沫捞出备用,可在水里加适量将片料酒老醋一剧除,食材的腥脉,砂锅放足料水顶火,带开玉米山药胡萝卜已经改了备用,此时将量至一旁的排骨, 排骨用水洗净,连红姜片一起放入沙坡大火熬煮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加入玉米干小火再过半小时,加入山药胡萝卜大倒煮,吃软烂关火前十分钟,撒入适量枸杞盐,再调入适量香油,起锅后,在汤上撒适量葱花,要葱叶不要葱白,因为葱叶比较好看,小贴是一个水里放适量,将片料酒和老醋可以去腥儿排骨,一定不可以超台骨, 否则汤会没有油水,三排骨,拿出来,不要一下子放到轮水里肉质会变紧似,排骨洗完以后,如果不及时煲汤,可以用盐盐底下,这样吃肉的时候会很有滋味,你煲汤中吐出了撒食材的几个时间点,一万其余时间,最好不要走开锅看食材,煮煮煮后会一步小心帮走玉米的香味和汤的灵魂 六年不要太多,会破坏掉玉米和胡萝卜本身的甜味,当然喜欢和贤令说,其别放太多大枣别放太多大枣别放太多大枣别放太多姜别放太多姜别放太多姜,否则你会感觉这汤就是加了昆菜的红枣,将汤搭汤内熬住的,就食材的本位,所以千万不,要放味素啊,鸡精啊,什么的去提鲜花舌天族多次一举真心的 我们下期再见